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随着1912年清朝灭亡 黄龙旗作为中国国旗 仅用了24年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在清朝灭亡后 居然还有清朝的一个藩属国继续使用黄龙旗当国旗 即便如今清朝已经灭亡100多年了 这个国家还依然以黄龙旗为国旗 只不过修改了龙的颜色和外形而已 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个如此迷恋清朝的国家 居然至今为止都没有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 那么到底怎样的原因所造成的呢? 其实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并没有国旗的概念 顶多就是在战场上打仗时会出现以国号为名的旗帜 比如明朝时期军队的军旗上就会写个名字 这个旗子是需要有专门的军队护旗 除此之外 还有就是军队中会以统军将军的姓氏作为旗子 比如七级光统帅的军队除了打出名字旗之外 还会打出带有旗字的旗帜 这是用来区分军队所属的旗子 因此像带有国号的字旗 就算是中国国旗的雏形 但实际上让中国人产生涉及近现代化国旗 是源于晚清时期 要说起旗子 清朝可是种类不少 要知道清朝有八旗军 每支军队都以一面旗帜来区分 可是清朝并没有统一的国旗概念 很快到了晚清时期 英国人就给清朝上了一课 让清朝明白了国旗的重要性 随着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 英国强行打开了清朝的大门 因此清朝与英国这些欧洲猎枪打交道也越来越多 1856年10月时 广东水师以参与海盗活动为由 扣押了一艘名为亚罗号的商船 由于该船只曾在被英国占据的香港注册 英国人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的门户 因此故意挑衅清朝想启动战争 英国人以亚罗号商船悬挂了英国国旗为由 并且广东水师在执法时 故意扯下英国国旗践踏和侮辱为由 要求清政府赔礼道歉 还要求清政府交出当时负责执法的 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由英国人言成 其实英国人完全是找借口想向清朝开战 先不说亚罗号商船是否悬挂有英国国旗 就说当时的清朝官员根本对国旗就没有概念和意识 扣押船之后 更不可能知道 践踏英国国旗是在侮辱英国 所以英国人就完全是找理由想向清朝开战 英国这么一说 清朝这才知道原来扯拽践踏船上挂的旗帜 就是在侮辱一个国家 但是清朝方面完全是猛的状态 因为当时的执法 广东水师清郡根本就没扯下践踏英国国旗 所以清朝自然也不认账 于是因为国旗的原因 第二次鸦片战争就爆发了 这时候国旗的重要性 已经让清政府的统治者有了一定的认识 紧接着1862年时 英国海军又在湖北长江水域 与当地的清军水师发生武装冲突 结果自然是炮火犀利的英国海军 打得清军水师屁滚尿流 明明英国人不占理 主动动手打了清朝水师 英国人知道自己不占理 但是在最后国际交涉上 还到达一趴 英国人称 清朝水师船上没有悬挂国旗 所以英国人以为遇到了中国水匪 因此就抱着顺手帮清朝剿灭水匪的国籍人道主义精神 对这些长江水匪予以痛击 谁承想 最后打的是清朝水师 因此 英国人很礼貌地向清朝水师致以歉意 可是英国人毕竟出发点是抱着帮助清朝剿灭水匪海盗的心子 出发点是好的 虽然打错了 责任却在清朝水师身上 谁让他们船上不挂国旗 所以英国人拒绝赔偿清朝水师损失 清朝就等于吃了一个没国旗的哑巴亏 这件事引起了清朝统治阶层的注意 当时的义政王公亲王义兴特意给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写信 向曾国藩征询清朝水师船只悬挂国旗的可行性 曾国藩当时也受够了英国人以国旗的事情 跟清朝胡搅满缠 因此 曾国藩立足清军水师船只应该有自己的旗帜 于是 义兴就让曾国藩设计水师悬挂旗帜 曾国藩参考清朝八旗的正皇旗 设计出了明黄色旗帜 以龙为图案的旗帜 但是曾国藩又考虑到明黄色和龙 在当时都属于是皇权象征 除非皇帝所在的船只才能悬挂 因此 他又把本应是长方形的旗帜 改成了三角形 这样与皇帝预传上的旗帜有所区分 就不会被统治阶层猜忌了 就这样 清朝有了国旗的雏形 随即清朝召会世界各国领事馆 表明清朝的官船 以后都会悬挂三角形黄龙旗为标识 但是三角形黄龙旗 在当时只是作为清朝官船所悬挂 并没有应用到外交场合 也就没有正式定为是国旗 清朝在外交场合 实际上还是并没有正式的国旗 后来 随着清朝与世界各国打交道越来越多 在国际外交场合下清朝没有国旗 清朝的外交官员们 看着世界其他各国都在外交场合声国旗奏国歌 而清朝却没有国旗可声 没有国歌可奏 这让清朝的外交官员们在现场十分尴尬 因此在1888年时 阳务大臣李鸿章在国际外交活动中 看着欧洲其他国家都庄严悬挂着国旗和肃穆的国歌 因此李鸿章向掌权的慈禧太后表示 大清没有国旗 有损天朝国威 慈禧也认为李鸿章说的有道理 于是就批准由李鸿章去设计国旗 李鸿章先后设计了很多具有中国文化象征的旗帜 比如八卦旗 麒麟旗 虎豹旗 黄蒙旗等多种方案 最后慈禧太后还是决定用黄蒙旗 图案基本与当初曾国藩设计的三角黄蒙旗差不多 只是由三角改成了四角长方形旗帜 就这样清朝终于有了国旗 但是国歌却始终没能确定 不过当时清朝在外交场合多用临时国歌代替 主要是李鸿章改编的唐代诗人王剑的一首七诀诗谱曲而来的李中唐乐 直到1911年清朝灭亡前夕 清朝才正式出台了法定国歌 拱金欧 就这样清朝在英国的 教育下确定以黄蒙旗为国旗之后 就立刻把这个消息通知到各藩蜀国 并要求各藩蜀国即日起悬挂黄蒙旗 以对外表示他们受到清朝庇护 虽然当时大清已日落西山 但是那些藩蜀国比他还惨 因此这些藩蜀国也纷纷悬挂黄蒙旗 直到清朝覆灭 这些藩蜀国才不再悬挂黄蒙旗 但是唯独位于喜马拉雅山山脉的佛教国家布丹 还在坚持使用大清黄蒙旗直到现在 布丹是位于喜马拉雅山山脉东端南坡的国家 他的国土东北西三面于中国接壤南面于印度接壤 在公元七十几时期 布丹属于是吐蜀王朝的统治范围 大约在公元九十几时期 吐蜀王朝分崩离析 吐蜀王朝崩溃后出现了其故地被大大小小政权分割的局面 布丹也是在这时候独立出去 吐蜀王朝是由藏族人所建立的王朝 虽然布丹从吐蜀中独立出来 但是此后近一千年 布丹一直深受藏族文化所影响 公元十二世纪之后 布丹更是被藏传佛教嘎举派所掌控统治 由于宗教问题 在清朝康祭时期 布丹与西藏的藏传佛教格鲁派政权 爆发了长达六十二年的战争 由于当时清朝忙于处理很多其他事情 没有顾及布丹与西藏格鲁派的争端 直到康祭的儿子雍正继位之后 在雍正出面调停下 布丹与西藏格鲁派的争端才逐渐消弭 因此布丹看到清朝的威力 能震慑住西藏格鲁派 为了避免以后再受到西藏格鲁派的欺负 于是布丹统治阶层主动向清朝称臣纳贡 成为了清朝的藩属国之一 在1907年之前 布丹的统治阶层 主要是由嘎举派转世活佛与世俗执政官共同执政 活佛和执政官被选举出来后 都需要收到清朝册封 才能名正言顺统治布丹 雍正在册封布丹时期 特意赐给布丹龙旗以示恩赏 也是这时候龙成了布丹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动物 甚至布丹人把自己的国家称之为神龙之国 布丹人崇拜龙这一点 是和中国人完全一样的 颇有龙的传人之意味 但是雍正赏赐给布丹的龙旗 与大清的龙旗不一样 清朝皇室的龙旗是五爪龙形状 按照清朝的礼仪制度 只有至高无上的皇帝 才能享有五爪龙的象征 清王 郡王等皇室贵族只能享有四爪龙的象征 而藩蜀国的待遇要低于皇室贵族 所以清朝赏赐给藩蜀国的龙旗中都是三爪龙的象征 但不管是几爪龙 总之龙成了布丹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神兽 这算是清朝对布丹人洗脑成功了 那么既然清朝对布丹影响这么大 为什么现代的布丹居然都没有与中国建交呢 这还得从1907年乌延望楚克建立布丹望楚克王朝说起 在清朝中后期 由于英国早已经占据了印度 因此英国通过印度开始侵略布丹 最开始清朝国力还鼎盛的时候 面对英国侵略 清朝的乾隆皇帝还派兵去帮助一下布丹 那时候英国也给大清帝国面子 不敢过分侵略布丹 但是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英国连清朝都打败了 那就不再给清朝面子了 于是英国开始大肆侵略布丹 乌延望楚克出身于布丹贵族阶层 他是眼看着英国军队炮火犀利 远比清朝厉害多了 于是乌延望楚克就成了布丹内部的亲英派系 英国也乐于扶持乌延望楚克统治布丹 于是在1907年时 乌延望楚克宣布废除了布丹的活佛世袭 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布丹王国 并且乌延望楚克还效仿清朝的皇位世袭制度 规定布丹王位必须在望楚克家族世袭继承 就这样布丹成了王国式习治国家 此后布丹在乌延望楚克的带领下彻底沦为英国殖民地 并中断了与中国的联系 虽然布丹沦为英国殖民地 并且与中国断了联系 但布丹依旧身受中国文化影响 以龙德传人自居 最初布丹设计的国旗是完全参照清朝的黄龙旗所设置 明黄色背景加一条龙 后来布丹改进设计国旗时 依旧保留了清朝黄龙旗基本图案和色系 但由于布丹是属于藏传佛教国家 为了凸显宗教力量 又在旗帜颜色中加入了红色 就这样布丹国旗中的明黄色代表着王权象征 红色代表着藏传佛教的力量 而两色交织的中间绣着一条龙 这条龙就象征着布丹人民是龙的传人 虽然布丹国旗中龙的颜色和方向几经变幻 但是整体国旗图案还基本是成型于清朝的黄龙旗 可见清朝对布丹的影响有多深 而布丹如此崇拜中国文化 受清朝影响这么大 却至今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其实还是乌延望楚客埋下的伏笔 那就是在1949年 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独立后 英国把对布丹的关系转移给了印度 这也使得印度与布丹签订了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 在其中规定布丹的经济和外交要受到印度 指导 而印度由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因素 一直是中国为家想敌在印度的 指导下 布丹自然不可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了 所以布丹说白了 目前为止不是一个完全拥有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 而导致布丹丧失主权的就是 望楚客王朝的开创者乌延望楚客 因此 布丹与中国没建立外交关系就是由于此 大清是受到英国的欺压 才决心设计自己的国旗 但是当初的大清统治阶层 万万没想到自己设计的国旗 仅用了二十多年 就在中国推出历史舞台了 而大清的龙旗居然在布丹流传至今 布丹一直沿用着大清黄龙旗作为本国国旗 恰恰说明了中国文化对周边国家的辐射 就像韩国的国旗也剽窃了李鸿章设计的八卦旗草案一样 这都是中国文化影响力的证明 虽然至今布丹受印度影响一直没有与中国建交 但是从文化传统上 印度改变不了布丹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事实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